我覺得是欺騙的 要不他們就不太訓練 連袋子的內容都不知道 要不他們全心欺騙我 很貴的MISS買Chanel斷鏈 不肯收錢 3月4日 我進入尖沙咀的蓮卡佛任意逛街 經過一個Section 就是Chanel的Vintage Bag 我看中了兩個手環袋 Chanel斷鏈跟我說 這兩個袋是很RAR的 就是Vintage 現在外面沒有 一聽到絕版 她想都不想就買了兩個 包括這個17,900克的黑色七飛袋 回到家我就放在一邊 沒有用到 這是我的習慣 買完我的家就放在一邊 教英文的她 這身打扮整個闊太感 一看就知道她夠豪 不過她兩天之後 想拿袋子去遊艇會飯局 的時候就很麻煩了 之後就發覺那個袋子的柄 就掉了 她似乎只不過用膠水癡 我就非常生氣 我就立刻拿去中環的Chanel 她就說這個袋子 不是出於Chanel的手筆 沒有Chanel的細節 不是吧? 連卡佛賣假貨? 我姐姐就有齊一套Chanel袋 即是我們是Chanel勇膽 我乾媽就認識Paris那邊的Chanel designer 這裡寫到明是Chanel的出生子號碼 但是沒有這個號碼 他們只不過是收了Chanel舊的袋子 再重新設計 就拿出來賣 不過連卡佛說的袋子 是認可供應商提供的 堅持那個是真實的 我是他們的VIP 以我一個這麼相信連卡佛 這麼大間公司不會說謊的客戶 我相信那個是真的Chanel街 但原來無事 我打電話給我醫生 我是哭了 我是崩潰的 生氣得要看醫生 連工都回不了 要連卡佛賠50000元和兩個Chanel袋 連卡佛前一則承認 整宗處理欠專業 會援賣鳳凰17,900元 再加一萬元的購物券 她要澄清她這個Series 不是Chanel名其下的Bank 富貴的Mis Leung不肯接受賠償 有律師就說 罵上法庭的話 要求不合理 分分鐘會得不償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